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哦不对 高晓松老师吗 也不对 刘焕老师吗 也不对 孙楠老师吗 也不对 就是混搭出来 会有另外一种风格 就是一个连名字 都特别洋气地搞不出来 像桂果肉里边没有瘦 香啊 二叔先生 莎师弟好 哥俩说预计的万号吧 变忙该地扶 小戏顿模糊 小脸干干净净的 二兄 师傅被妖怪刷走了 找猴哥啊 叮叮 你能接受你女朋友是疯子吗 疯子 我带你去治治好了 我不远万里来到城下 就是为了能够找到 我心里的另一半 您呢就完全不用找女朋友了 您就花20块钱找一个终点勾 我来到这里 不可以见到我的诚心 我肯求你了好吗 我们两个都是好景不长 完了 有请主持人休记名 好 闲人心田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春季 我们优惠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上场男嘉宾 他的爱情最主张 他不要什么 我不要拉里拉他 不讲卫生的女孩 我不要不喜欢小动物的女孩 我不要喜欢在别人背后 议论别人是非的女生 好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你好 欢迎你 现场的100位美女 还有主持人 还有嘉宾们 大家好 我叫Ryan 今年30岁 来自北京 我的交友圈言是 不善变的 往往显得贵重 来 有请Mr.Rike 为我们匹配出前30位女生 来 掌声欢迎这30位姑娘登场 你好 Ryan 你好 主持人 来 我们30位姑娘一起 用全场亮灯的方式 来欢迎Ryan Ryan 我们30位姑娘走你身边 经过第一印象都应该非常好 对 都很有演员 今天这个舞台 不能让你有30个有演员的人 好 你先告诉我 一个让你特别感觉有演员的人 如果你能坚持到我们最后这个环节的话 男生反选 会把心仪的女生请上这个舞台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机器人帮你匹配出 30位女生当中理论上最适合你的人 好 来看看这位姑娘她是谁 好 来看看这位姑娘 好 来看看这位姑娘 好 来看看这位姑娘 还是眼睛啊 还是跟我一样都很紧张 她还真不紧张 她很厉害 12个男朋友失恋过13次是吧 对 那你比我还厉害 这个可以挑战她吗 可能是她的手下摆脚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30位姑娘 对于Ryan 你们的第一眼印象究竟怎么样 喜欢的刘灯 不喜欢情灭的 我可以问一下男嘉宾 为什么这里书的是英文名吗 可以 因为我小的时候到国外去念书 然后这是我住在一个外国人家里 就他很爱好的一个棒球选手的名字 他就直接给了我这个名字 应该怎么标准地来念 因为我一直没有听得特别清楚 好 Ryan Ryan 对 Ryan 我一直听的是Ring 比我还Ring哦 我想我英语真的很差 就很难有共同语言 对啊 不然这只是名字而已啊 对啊 但其他我们还是 随你了 对 连名字都叫不明白 他准确的应该叫Ryan Hong 对 他有一个姓 是 你一直在不行就喊Hong 何先生 何先生 你好 何先生 你好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 都会有英文名字 你好 但是我不太欣赏身为中国人 用卖国名字介绍自己 我个人感觉不是很适合我 谢谢 所有的需要介绍你自己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Ryan 在职场上也好 或是跟朋友在接触的时候 就是这个名字已经沿用下来了 所以我再用中文名字的话 可能人家就不认得我 那你那个Passport上面是 对 也是这个名字 拼音 所以证件上都已经变成这个了 拼音 然后加这个Ryan 就不用中文了 对 没有中文名字 所以这是我为了让大家 辨识方便而这么教 理解了吧 倒不是为了炫我 我有英文名字 我也有哈 我叫Uncl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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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e 我也有英文名的 嗯 我的英文名特别洋气 我叫Snake Gene 可是那个是蛇的意思 黄先生 你好了 你好 黄老师 你好 黄老师 黄老师觉得你很不错呢 但是发音好像有待加强 对不对 没有 就开个玩笑 然后我觉得男嘉宾站在那儿 给我一种雨后的清新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感觉挺难得 挺好的 7号 马一 第一眼印象怎么样 很好啊 落落大方 经常有男嘉宾手不知道放哪儿 或者搁在哪边 他讲话的时候总是有解释 有循规刀矩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啊 这以前男生上来 好像你没有这么激动故意力 不会啊 我每次都有 都有啊 对 我很注重男生的细节 我希望男生都是有见过一些世面 然后落落大方这样子 来 19号 丁东方 好 你看你这小脸干干净净的 那小衬衫穿的 斑斑斑斑的 你这小鞋挑玩儿挑玩儿的 我真是挑不出有什么不好的 咱俩还有那么多共同点 还有其他的细节 你可以再让你注意一下 没仔细瞅 我刚才这样一下你都没配合我 那我应该要再 你这 啊 这样 再来一次 来 接下来呢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一下男嘉宾 这个15年国外经历 15年国内经历的男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起来看VCR 可以随时灭灯 好 大家好 我叫Ryan 然后我是在14岁的时候呢 随着父母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在那边生活了十多年之后呢 我依然觉得我自己的 就是心里面还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我在07年的时候 决定回到了国内来发展 然后我就在北京落脚 因为学的就是平面设计 所以我在北京 做一个自己的个人的工作室 我比较喜欢就是比较对美的东西 会比较希望能够去生个了解 除了这些之外 我可能比较喜欢吃 因为我也是一个吃货 所以吃久了 曾经了之后 我会想要去研究说 我在外面吃到的东西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然后它为什么会这么美味 所以我会去上网去找食谱 慢慢慢慢把这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家里的厨房成功地复制出来 大功告成了 如果你常进了各式中式美味 又想尝尝我为你准备的浪漫意大利烛光晚餐的话 那我们约会吧 哦 还真是有点像模像样的 看完VCR我就有点兴奋了 你那些烛光晚餐做得太浪漫了 我虽然恋爱四处这么多 但是没得到过浪漫 我就爱吃 但挺懒的 啥也不会做 我嫌挺好的 你说这要跟你回家了 帮我都不用请了 你们是愿意洗碗吗 因为我通常我做的话 我就一定要别人要洗碗才可以 那要是你又做饭又洗碗行吗 两全难其美 那我也不洗 好 对 你们就吃一批就扔一批 做家事洗碗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 那大家一起洗得了 好啊 不介意 去年也是有幸的 我吃了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一个西餐 然后到最后我是跑去中国超市 用很贵大概两三欧的价钱 是买一点点辣椒 然后在家里面拼命去炒川菜吃 一到三楼全都是乌烟瘴气 所有人跑过来说 怎么样 你们家是不是烧起来 被我救火之类的 我之前有批评过 就许晴姐姐 我说她看到男嘉宾的时候 总是有一种说 仰望和崇拜的感觉 没有想到说这句话的人 今天中招了 我觉得我看我们的Ryan Ryan哥 也是有一种说 有一种仰望和崇拜的感觉 我觉得好优秀哦 让我有点小害羞呢 所以你一旦讲出这个话来 是平常你瞧不起10号的 对不对 嘴巴张得可以看到后槽牙的 那就是Ryan的感觉有种 对 秦姑娘 一般我知道你是 有来必有回的人 老师人家今天好不容易说我一次好 我怎么好意思在回她呢 然后Ryan很棒啊 这真的很优秀啊 可是因为我们圈子里都是这样子 就觉得很normal啊 所以我没有什么反应的对她 来 22号 蔡阳 这个喜欢吃天津200块钱一T的豹子 其实我也有英文名 我叫赚根 那个 我看你VSRK 我感觉你就是一个 连名字都特别洋气地搞不出来 像我这样 没得不出丑的也不憋致的土配员 没有不灭症的理由了 我觉得我站在你身边 我都特别配不上你 你这个气场是忧内往外散发的 我都不好意思站在你身边 那也不会啊 其实我们现在穿衣服 很多东西都是混搭嘛 就是混搭的出来 或者另外一种风格 可是你觉得你愿意去尝试混搭的东西 你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渴望而不可及 所以我就回归现实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大拷问这个环节 来看一看机器人提出的问题 Ryan 怎么回答 考文开始 你总共谈过几次恋爱 总共谈过五次恋爱 都是由谁提出分手 有三次是由女方提出分手 你们分手的人缘是 我们两个感情生活之内 有了另外一个人的出现 所以我就被甩了 你有他们暧昧的证据吗 这并不是我特别想要去注意的 只是说 在生活当中 两个人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亲密的用语 但是当这个人的生命中 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之后 可能就 他就不会对你有这么多亲密的话了 然后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看见他手机 跳出来一个短信 亲爱的 你晚上在哪儿 要干嘛 这样 所以我就证实了我的猜测 你为什么不主动提出分手 可能在我们两个感情 他腻了 所以他想要出去走一圈 所以我愿意花一点时间等他 拷问完毕 男嘉宾你好 直到你看着那个短信之后 证据确凿了 你还是不说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 我想知道就是你这么 隐忍不发的原因 到底是因为你真的就是 是胸怀很宽广 很爱他 还是你的性格当中 有一点犹豫存在 在任何事情上 都有点这种效应 我觉得多少有一点个性的关系 但还是说真的还蛮喜欢他们的 所以我才去愿意做这样的牺牲 即使他犯了什么错 你都可以原谅是吗 对 你看我就不见棺材不掉泪嘛 所以我发现了那个简讯之后 不 我觉得你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所以我就死心了 然后很凑巧 就是在那个时候 差不多要结束了 所以才有女方提出分手 那么我也就就是黯然地接受 你有三段感情都是对方出轨 对吗 对 为什么会导致对方劈腿 那你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 我觉得我只能就是前三段感情 都是给他们太多 就让他们觉得太安逸了 是你宠出来的是吗 我觉得它是对我们的生活状态疲劳 它需要一些新鲜的东西 但是那个时间点它没有遇到 但可能在另外一个时间点 突然蹦出来另外一个男的 可能这个时候 我们的关系就起了变化 所以我才在等 就想说你可能在外面会玩 但是你玩累了 可能我还可以回来 就是我愿意就是在既往不救这样 但是要就是取决于说 我是不是真的爱这个人 你说你可以容忍它在感情的 或者那个疲倦期可以出去透透气 那你自己会不会也这样去透气过 就是说老实话 会在心理上会稍微有一点 就是说你的寄托已经离你越来越远 所以你可能会寻找另外一个寄托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正常人 会有的反应 在你经历了这么多次伤害之后 然后你还会对女朋友 一如既往的好吗 每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都会保持一种期待 但是还是会害怕受伤 那也就是说 不会就是在像之前那样 对女朋友全心全意地付出了是吗 我是慢热情的人 所以就是会越来越付出 越来越付出 就是如果越来越爱的话 好 谢谢 首先我要打破妹子们的偶像崇拜 你是一个外表包装得非常好 对感情的观念 让女生觉得你非常有血有肉的一个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你在感情上面 处理问题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首先当你得知你的前女友 对你已经有一些改变的时候 我可以说你是一个很细腻的人 男人 因为很多男人在这种状况上 他可能还看不到这样子的发生 但是你看到了 你没有想办法去改变 第一个这样子就算了 第二个你没有吸取教训 还是这样子 第三个就算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在进一段 新的感情之后 当你得知到有一些端倪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 去给你女朋友新的东西 让她不要觉得说 和你在一起我真的好无聊 我每天吃什么主管晚餐 我吃什么主管晚餐啊 不要这个样子 你是很好的男生 你可以做得更好 但他如果突然喜欢 一个庞克造型的人 那我不可能马上去 你可以 去为他改变一个庞克造型 这不是改变 这不是改变 没有说是你今后一生 你都要变成一个庞克 就像我们玩cosplay一样 你进到一个角色之后 你短期的去感受他那个角色 带给你的不同的感觉 感情也是一样 你要有不同的一些角色的转换 给女生的新鲜感 所以张老师的感情都很持久吗 张老师一直都没有感情 但是对啊 就所谓的旁观者轻 我是建议 我觉得可以 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 你真的是个非常棒的男生 谢谢 对 你刚刚有质疑张景小姐说 你觉得她没有经验 可以来告诉你 那我告诉你 姐姐也是这样子 曾经我的男朋友跟你背景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她跟你学的一样 Graphic Design 对 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cheating 没有任何的就是偷吃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最后跟她结束七年的感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们的职业的关系 她可以坐在家里 一天工作就是超过十个小时 就可能只是设计一个logo 然后她可以完全忽略你 她也完全不会去迎合我想要什么 也不会去了解我什么 她就只会努力的工作工作 赚钱赚钱 所以我刚刚很支持张景 就是说 我觉得你应该在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应该要 就是稍微改变一点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 再多采多刺一点 那就是说我给的不够新鲜不够多 不是不够而是不对 比如说她要评估你给她离 就是你对她而言 你就是晴天的雨伞 和冬天的冰淇淋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你给了 但是你没给到点子上 对 可能我还需要再多增添一点色彩 对 所以说现在有的虽然好 但是不够 好 一个理论上 一个实践上 用他们的一番好意 全部来告诉你 就是希望你在以后 未来的情感当中 不要再走向他们心目当中 认为的你的那条路 要改变 不要扮演那个角色 嗯 好 Ryan 一个14岁就开始到国外生活了 15年的男生 亮灯的你们该会如何选择 开始 5号 6号和30号 其实我来约会吧的时候 我想的是找一个身高比较高的 然后壮一点的男生 发现你之后 我觉得那些外在的条件 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 就像一个杯子装满一满杯水 然后清清凉凉地喝下去 让自己的身体感觉很愉快 很健康 你就是我想找的那杯水 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是不创南墙不回头 我撞了南墙把墙扒了 还往前走 我喜欢一个人 根本就没有距离之分 别说你在北京了 在月球我都追 好 都听清楚了 选择一个号码告诉我 他可以留在这个舞台 那就30吧 30号 刘贝贝 刘贝贝23岁 大专 高端商品销售 哈尔滨 喜欢搞艺术 有浪漫气息的男生 希望年龄 找到20到33岁之间 注重演员 长得年轻 心态年轻 喜欢替自己做决定的男生 30号 哎 等一下 你要想牵手了吗 不不不 等一下 30号刚刚上来的速度 相当于去火箭往月球的速度 也是这个舞台上 跑得最快的一个 来看一下心仪的女生 她是谁 马姨来自石明志 婚恋王百合王 25岁本科门店管理在北京 我不想再做女强人 想找在乎她 能让她看得到 下一步发展的人 和安定舒适的生活 看一下三位的匹配分值 刘贝贝和Ryan Holm 基本情况是90分 外形88 兴趣58 个性42 家庭41 婚姻57 马姨和Ryan Holm 总分62 基本情况54 外形92 兴趣58 个性47 家庭83 婚姻35 两位的个人资料就这么多 嗯 三少刘贝贝给你留的灯 你要牵她的手的话 今天你就幸福圆满了 但是呢 最心意的女生马姨 她自己灭了灯 她可能会拒绝你 嗯 所以在她那里 你只有50%的把握 请走到她们俩中间 期待一刻倒数5秒 3 4 3 2 请选择 我们约会吧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煲塔顿合腰吗 其实不是 谁是小鸡的蘑菇 原来我妈跟我说 这个男生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 虽然难吃 但是吧 去完了就卖油了 我们约会吧 马上回来 我们约会吧 现在继续 5 4 3 2 请选择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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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无法接受这种状态 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有事情的话 如果提早解决 那可能下一步会更好 所以我很害怕 再接受这样的练习 但是我绝对是一个 最晚离开的那个人 所以可能你不会遇到 就是搬家 或者不会遇到 特别难过的事情 因为我一定是那个 最后一个最难过的那个人 我真的不想要这样讨论 可能是我不够好 不会 不管你 觉得很好 好 谢谢马依 来跟马依再见吧 好 如果是真心地去谈恋爱 但是由于在很多处理方式上的 不成熟而造成了恋情失败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没关系 两个人都在一个城市 如果一直还有感觉的话 可以私底下继续保持联系 好 那就加油咯 好 谢谢主持人 来 跟三岁姑娘再见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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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太注重某一些东西 忽略掉了 主持人生活当中的另外一些色彩 那也很谢谢 在场上各位女嘉宾 给了一些建议 未来可能会再加强我自己 其他方面 就是对女孩子的一些细节吧 我想告诉Ryan的事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的情感出现危机的时候 沟通和交流是最重要的 而且双方都要主动 祝福你Ryan 好 欢迎各位收看春季 我们约会吧 好 大家辛苦 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场男嘉宾 他的爱情最主张 他不要什么 我不要喜欢一个人逛夜店的女生 我不要喜欢斜上方45度角 撅嘴拍照的女生 我不要爱吃槟榔的女生 来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欢迎你 大家好 我叫森林 我27岁 来自北京 江友轩言士 一起宅 虽然没有豪宅 一起宅 虽然没有豪宅 好 有请Meets the right 为我们匹配出前30位女生 来 掌声欢迎这30位姑娘登场 欢迎你 谢谢 好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一场 森林先生的甜蜜的相约之旅 好 来一起为她全场亮灯 看到那么多女孩从身边走过 什么感觉啊 紧张 没有兴奋 没有兴奋的感觉吗 兴奋高于紧张 然后我自己都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啊 就是看到那么多姑娘 然后自己就站在这样一个选择的舞台上 是不是感觉幸福已经在准备敲门了 有 好 来告诉我心仪的女生是哪一位 为什么选择她 第一眼看感觉比较好吧 比较贤惠的那种 贤惠的 对 这也是你所想要的吗 啊 你猜呢 好 心仪的女生呢 现在将会在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把她请上舞台 看看究竟她是谁 接下来有请Mr.Right 为我们匹配出这一场 最适合男嘉宾的那位女生 来自世纪佳园交友网站 啊 好 Mr.Right真是厉害了 你难道仅仅就根据外形就匹配出了吗 就是有夫妻相其实你来说 我们两个都属于有一个成语 叫做是好景不长 为什么 我们两个脖子都很短啊 这所谓是好景不长吗 对 你们俩的匹配总分呢是76分 基本情况8分 外形65 兴趣91 个性78 家庭60 婚姻64 跟先生不太喜欢槟榔 不要吃槟榔的医生 因为这个嚼槟榔 它跟嚼口香糖不同 他这个就是嚼多了 跟我一样 瓜子脸变成果子脸 那嚼嚼槟榔从瓜子脸 然后我们弄成个旺夫脸也行了 江景 对不对 我这湖南人好像都喜欢吃 湖南有句话是说是 槟榔加烟法律无边 那你就不吃 然后我自己呢就是 因为一些事情 我对槟榔现在就是不太爽 之前我有拍过一支广告 然后广告费很低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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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喊娘 冰之火青鸟槟榔 这个广告是你拍的 刚刚那时候是我啊 啊 那个男演员是你是吧 插队有这么大吗 那一般像拍这样一类的 15秒的广告 你觉得应该给你多少钱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吧 因为当时只是就是说 我是过去打打酱油的 然后我就过去试一试 就玩一玩 然后结果就是后来就大街小巷 全都是这个了 嗯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名人了 对 结果他就给了我500块钱了 真的啊 对 你看一般打酱油的都是这个价格 真的 就等于有一天你家喻户晓了 像我们张鼎这样的 那他接槟榔广告 绝对不可能是500块 最起码给到800 至少要给我500包槟榔吧 对 槟榔屋子赚了两包 我倒觉得你俩这个接下来 可以拍第二部的这个槟榔广告了 真的 然后有一个小娃娃 你俩坐在一起摘菜你知道 然后就一声 小娃娃突然在这儿喊 然后你俩就狂奔了那种 哦 第二代 对对对 槟榔第二代 对 槟榔第二代 不错 两天可以合作一下 嗯 好了 就是这样一个 拍过广告的男嘉宾 大家对他第一件印象怎么样 你觉得像机关枪一样的 对 不过没关系 这个不算什么 23号 刘迪 我看男嘉宾第一眼的时候 有点害怕 感觉有点像山贼 好像是我曾经有小孩被我吓哭过 是吗 对 我也快吓哭了 就你胆特别小是吧 那个男嘉宾 你好 原来我妈跟我说 这个男生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 虽然难吃 但是吧 去完了就没有了 可是男嘉宾这盘我真咽不下去 我就别等了 我 我 我属于什么菜呢我 回果肉里边没有瘦的 广之肥的 肥的香啊 张景 我看他呢就学说 哎 这是袁维仁老师吗 哦 不对 高晓松老师吗 也不对 刘焕老师吗 也不对 孙楠老师吗 也不对 但总而言之 这是我非常敬仰的 就是乐坛的一些高手前辈们 所以我觉得说 对他有种敬仰之情 还有你因为拍槟榔广告 拿少通告分 你就恨槟榔 我觉得你这种推而广之 可能今后我一件衣服叠不好的话 你会觉得天下所有的女人 都是笨人 为了不要让你这样的一个感想的话 我会退出好的 因为我真的不会叠衣服 对不起 好吧 谢谢 其实我也挺喜欢刘焕老师的 是吗 那可以来一句吗 来 你知道他唱歌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子吧 对 一定要这样子唱的 对 人家就是鼻祖级的 对 唱得真心好 对不对 就是没有办法超越 对 像男嘉宾这样 就是跟刘焕老师一样的这种人 就这种人唱歌会很好 因为他的气息出来 就会很通畅 这什么话 这什么道理这个 对 我不知道我声音乐老师跟我说的 但是我听说就是讲个子矮一点的话 会更好一点 因为他这个气息又更短一点 对 对 那个是因为长得矮气息会很好 还有就是一般唱歌唱得好的都是胖子 世界三大男高音好像都是胖子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可以随时灭灯的环节 一起来看一看生活当中的森林 是一个什么样的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 云南扫样子的森林 我的身高呢 四十五 路名下差不多一米八 我的体重呢 保密 我在北京快三年了 一直做的是跟影视有关的工作 比如说影视特效 导演助理 自己还出演过广 跌跌撞撞的一大圈之后 我又回到了影视后期的队伍当中来 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呢 还是当一名导演 而我呢 现在也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看到我的作品 大家看到我的身材 应该不难猜出其实我是一个吃货 我不仅仅特别爱吃 而且我吃东西的速度特别快 通常情况下呢 一个汉堡 我只需要吃五口 俗话说的好 心宽体胖 我这个人的脾气特别好 长这么大 几乎没有跟人发生过争执 当然了 对我女朋友的话 肯定是更加的温柔体贴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肥而不腻的 胖男生 那么请您手下留心谨慎免恩 我刚刚看到你尤其吃汉堡包这个样子 倒真的还有点像我们现场的一位摄影师大哥啊 这长得真是像的 来 你看 像不像你这个 虽然大哥被你们拍成这样 现在依然很敬业地 把他的镜头对准了12号明月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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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榴灵 为什么留灯 男嘉宾看上去虽然很胖 没有 就是我看了最后 没有 就是我看了最后 然后他那个 他那个 神哪就是我吧 那个面部 那个猙獰的表情 然后我就特别想帮助他 我觉得你真的特别无助 你怎么帮呢 我觉得我就尽量能撑多久是多久吧 8号王淳为什么留灯 男嘉宾看上去虽然很胖 但是看得出来是潜力鼓 其实我看了一下王淳说心里话 你看到他是不是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这种西瓜子脸 非常有西嘎 你看 琉璃为什么这么喜欢跟我做朋友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每次跟盛瑞婷拍照的时候 都特别自卑 特别喜欢跟我合影 然后我觉得男嘉宾就胖胖的很可爱 然后我觉得你如果帅下来 肯定是一个非常帅的男生 瘦下来的话 我觉得我要是瘦下来 我也一直这么跟自己说 如果说话来的话肯定很好看 我想我不够爱你 也不曾忘了自己 你怎么都不跟我配合一下 都不互动一下 对不起 我不记得歌词 男嘉宾长得非常有喜感 我觉得我天天对着他 瞅着他乐 以后都不用看球摆了 我平常演唱 你是球友吗 算是吧 咱俩说句街头暗号吧 天王盖地虎 宝塔正合腰吗 其实不是 谁是小鸡鸡蘑菇 这是球摆的街头暗号 就是球友们如果有难的话 在公众场合说一些暗话 别人会帮他的 哦 还有这样一个组织是吧 是 那你们属于非法组织吧 不是 就网上的一个论坛 哦 你要备个案才行 否则的话我告你非法 留灯啊 不留灯我就逼报你 好的 就必须得让他留灯 对吧 你们是球友 以后就死了 对 你说一遍看看他暗号接对不对 再来一遍啊 好嘞 天王盖地虎 小鸡顿蘑菇 好 好 祝贺两位牵手成功 可以走了 16号 庞丹安卫生灭灯 挺建议男嘉宾的 是现在的职业的 因为做影视后期嘛 天天就是没日没夜的 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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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身边因为也在 就是也有朋友做相关的工作 然后我觉得这种 就是说实话 我觉得你胖不一定 都是因为吃的原因 我觉得其实跟你的作戏时间 还是有关系的 我更希望我的男朋友 他是一个就是作戏时间 相对于比较正常的人 有时候就是晚上工作挺晚的话 这个宵夜通常是一个到两个去无霸 对 而且说实话啊 就是我朋友他们如果要做 进击访友的时候 就七八天啊 十天啊 都不出来很正常 就天天头也不出脸不起 就在那儿剪 对 我也差不多 对 我也差不多 好了 来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大拷问这个环节 有请Mr.Rai 拷问开始 你的朋友给你起了什么问号 猪哥 因为我比较好吃懒做 猪哥 你有多懒 其实我觉得我还不懒吧 我工作还是挺努力的 经常就是通宵啊 然后或者就是两三点 晚上两三点才能回家 你除了做饭还做什么家务 我基本上不太做家务 然后我在北京住的房子 基本上不收拾 然后袜子一般穿到 不能再穿的时候 我就直接扔掉 然后买新的 如果没有洗衣机的话 我可能就不洗衣服了 你会要求你的女友做家务吗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话 如果都不做 那真的就没人做了 拷问完毕 因为我是一个有小洁癖的人 就你那个袜子 我现在能看一下吗 就你把那个边溜起来 谢谢 谢谢 你这个就是几天了 昨天的 昨天的 那你天天都要换新的吗 这换还是会换的 只是 只是我会准备一堆 然后 我会过两个礼拜 哇 这 就是不洗 洗的会比较少 只是穿的就不能穿了以后 直接扔墙上 然后穿新的是吧 展览 展览 那就不用买对纸了 完了 完了 这个是多大的缺陷呢 好 师兄 你看到像宋坑吗 师兄坑是男的吧 师兄坑是女的 你不知道吗 好 换下一话题 你刚才说你好懒 其实我觉得你懒不过我 你知道我有多懒吗 我上初中的时候住校检 我上厕所 我都不关寝室门 因为回来还得开 你也属于自嗨型的吧 控制一下啊 12号 明月 二师兄好 那个 莎士弟好 诶 还挺有点像啊 你看 师傅 请照顽啊 二师兄 二师兄 师傅被妖怪刷走了 找猴哥啊 没有多少 瘦 二师兄 我就是想问问您 因为您看您的身材这么的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您对您女朋友 有什么身材要求吗 其实我希望找一个身材好的 就是瘦一点的是吗 对 那如果您找到身材好的您 然后他对男方的身材要求 也很高的话 那您会为了他减肥吗 我会为健康减 我不会说为了这样好看而减 而且及时减的话呢 我准备过来年之后再减 没问题了 好 白二师兄 谢谢这个三师弟啊 男孩你好 您自己的体型比较丰满 您希望女朋友瘦一点 然后你生活比较懒 不太会打扫卫生 希望女朋友来做 你不会觉得就是这种要求 就好像您自己做不到 就要求别人来做 对女朋友负担有点大吗 这个男主外 女主内 还好吧 挺合理的吧 比如说我的工作能力 比您强很多 我挣的钱也比你多 是不是就可以 我在外面挣钱养家 你在屋里貌美如花 赚钱这个事情呢 还是得男人来 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特殊 就像经常可能就是不回家 或者是每天回家很晚 回来我就直接睡觉了 所以我就希望 还是能够有一个人 能够就是帮助我 来做这么一些事情 那你是不是希望 你的老婆是全职太太啊 嗯 我希望我 我的能力能让她这样做 能够不用去自己出去工作之类的 谢谢 什么叫男主外 女主内 我算看出来了二师兄 你到我们约会吧的舞台呢 其实呢 你就想找一个 帮你洗袜子 帮你做饭 帮你收拾家里面 帮你叠衣服的是吧 我跟你说 大把人比你忙得无数倍 约会吧的导演 我们每天晚上录完节目之后 他们就要进金房赶片子 可能没日没夜的 照样生活过得好呀 周老师自己这么忙 我才自己醒啊 周老师住酒店一定要住一个有阳台 房间很好 那个阳光很好的酒店吗 因为他自己洗衣服呀 周老师这么忙了 他自己干家务 我觉得吧 您呢就完全不用找女朋友了 您就花20块钱找一个终点工好了 真的 我恳求你了好吗 但是找一个终点工的话 你不会跟他谈感情这一切呀 我也没有觉得你要跟你女朋友谈感情啊 你说来说去 只需要他给你做家务而已啊 帮你洗袜子而已啊 那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嘛 但是你没有把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呀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可能没 没表达 好了 就是这样一个男生 袜子不愿意洗 五口可以吃掉一个汉堡 来 请选择 谢谢大家 来 看一下心仪的女生她是谁 10号 贾丹丹 来自石铭治婚恋网百合网 他现在22岁 本科 故事在哈尔滨 父亲工程师 主情医生 传统的忠实教育 身高要在1米70到1米80之间 不喜欢邋遢 有不良生活习惯 不喜欢大男子主义 不喜欢邋遢 我不知道她这个不洗袜子 数不属于邋遢型 我觉得属于男嘉宾 愿意改变这一点吗 其实有洗衣机呢 我 为什么非常熟悉嘛 对不对 对 也有洗衣机 是吧 对 那只是就是说 开玩笑那么一说吧 其实就是讲 那一些就是不好的习惯 主要也是讲 我现在的一些工作所影响的 所以呢 之前我希望 是能有这样一个人能帮助 当然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是说自己去做 嗯 这是我想说 嗯 所以这个能改 能改变 挖住我以后我们自己手洗 OK 还用洗衣液 洗完了还拿熨斗 熨 要抓住一切机会 既然我都赶到这个舞台上来了 既然我都被30位姑娘一起灭了 灯了 我还有什么不敢 是不是 所以 机会不常有 来了就不能错过 我告诉你她是自己灭的灯 虽然是你心仪的女生 你要牵她的手 她可能会拒绝你 但是也不排除你再次努力 她可能会同意跟你一起离开这里 所以你只有50%的把握 反正我们要支持死逼而后生 过府沉舟就此一回 好 贾丹丹和申林的匹配总分56分 基本情况90 外形51 兴趣71 个性35 家庭38 婚姻48 有没有信心 二师兄加油 期待一刻 倒数5秒 五 四 三 二 请选择 我们约会吧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我们约会吧 现在继续 我们约会吧 现在继续 我们约会吧 马上回来 我们约会吧 现在继续 期待一刻 倒数5秒 五 四 三 二 请选择 先往盖地湖 小鸡顿而过 来 贾丹丹做题话啊 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改变 难道真的就是 小鸡顿蘑菇的功力吗 你可能不看900不知道 其实我感觉真的很好 然后你看到球星你这说话 我刚开始觉得人挺好了 但是看了VCR之后 我个人有洁癖的 我觉得如果他能改的话 我可以接受 好 姑娘机会已经给你了 接下来有一段漫长的路 要去相互了解 相互看能不能够接受对方 所以胖兄加油咯 带走你的女孩吧 祝贺两位 你们俩每人都将获得 1000元的约会基金 另外还有价值1000元的 约会礼品一份 我很感谢又会帮我找到他 虽然讲他给我灭了灯 但是我觉得态度 可能就是还是比较真诚 给我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这个人很单纯 感觉我也带来一份稳定的感觉 今天能够牵手成功 我一直没有想到 我认为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我想最最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那句 天王盖地虎 小鸡盾蘑菇 祝福两位 欢迎各位收看春季我们约会吧 您可以在世界家园交友网 实名制婚恋网百合网报名 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报名电话 07318287125182871261 加入到我们的单身陶人餐 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场男嘉宾 他的爱情最主张他不要什么 我不要整天蹲在电脑前边打网游的女生 我不要满脸长痘痘 宁愿瞎不去的女生 我不要整天烟酒成瘾的女生 来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一百位女嘉宾 你们好 我叫赵妍 来自北京 今年29岁 我的骄傲宣言是 你私固我在 好 有请Mr.Right 为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好 掌声欢迎这三岁姑娘登场 来 我们用全场亮灯的形式 来欢迎赵妍同学 刚刚看完了30位女生走这儿过去之后 有没有找到你心意的女生 第一面对我有演员的 有演员的啊 好 来 告诉我 为什么是她呢 第一面嘛 哦 特别感觉有演员 对对对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好 好 心意女生究竟是谁 等一下我们节目当中 到男生返选阶段的时候 会及时跟各位共同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Mr.Right 为我们的赵妍同学 匹配出最适合他的女生 河南嘉宾最体配的是 22号 王璐 来自世纪佳园交友网站 匹配总分80分 基本重要90 外形76 兴趣82个性72 家庭85婚姻72 王璐好像你是一个助产师 对 我以前的职业是助产师 就是接生的 就俗称叫接生婆 现在呢 现在我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酒吧 维持自己的生计 哦 好 记住了 22号是你的最匹配的女生 好 来 三岁姑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们眼中的赵妍怎么样 喜欢的留灯 不喜欢的 请灭灯 6号 张子霖 为什么灭灯 男嘉宾 你好 我是那个某协会的标准会员 我希望我的那个男朋友 能第一眼吸引到我的眼球 所以不好意思 灭了你的灯 好 没关系 我不是那种外貌协会的 我是觉得特别有亲切感 就看你第一眼觉得特别亲切 1号 颜双双 男嘉宾刚才说他心仪的是第一嘛 然后我想第一个下来会不会有戏 所以这个灯 行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可以随时灭灯的这个环节 看一看生活中的赵妍 是个什么样的大男生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赵妍 我是一名北京土生土长的80后 在糊涂里出生 在糊涂里长大 然后现在在一家文化主题餐厅工作 哎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环境 我们这个餐厅就是主要针对一些80年到89年出生的人 那餐厅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打造一个80后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因为在我们80年这个年代 就是80年到80年这个年代呢 有一些小时候一些玩的 还有一些上课上一些感觉的 那些东西是需要去回忆的 好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好 谢谢大家非常晚 再请坐 干嘛去啊 女同学回去 好 女同学回去 好 她在梦玩来那些迟早同学呢 他们就要去罚站了 好吧 除了上班时间呢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宅男 我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就比较去爬帆山 然后冬天呢 可能去游游游 我最大的兴趣爱好 其实还是插舞 其实现在像我们80年代就是面临挺尴尬的一个时期 然后尤其在85前面临着事业在打拼 然后还有需要有成家立业 然后现在我这个事业呢 希望把我现在这个80后的产业呢 发展到更好 但别人都说先成家后来业嘛 但是我觉得在事业有成之前 我希望今天能找到我心音的那个另一半 其实我对女孩子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就是希望温柔大方 然后漂亮对我好 大方对我好 那就够了 然后如果你是这样 那我们约会吧 这个挺好玩的 这是你自己开的啊 好 一起开的 对一起开的 那个我看那个在上课的感觉你是老师 就每个来吃饭的都得要跟你们玩一下这个游戏 对 那我们现场有没有80后的 来来 80的举手一直 80后啊 联务神你70后啊 我91年的 就是长得着急了 哎 我们来 你把你刚刚那个主题餐厅那个 跟我们现场80后玩一下 好 可以 我们阿玉来一个那个上课铃声 好不好 要有啊 好 上 你看 你这也不是对的 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课 哎 没上这么看啊 好 上课 老师好 好 停 我还没说呢 你们太自觉了 你们不像80后 对啊 你们一看就是60后 可以好玩的 好 来啊 上课 来啊 我这时候在说呀 来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让我们约会8的课 然后非常感谢 所有人请坐 要问一些80后的问题 可以吗 不行这个家伙 没写作业 那个size的来说一下吧 9号 为什么没有交作业 老师我马上回去补交可以吗 那今天不用来上课 算宽课吧 好吧 可以吧 但是今天呢 学费要交了好吧 可以了可以了好 谢谢老师 动画片知道吗 知道 可以考一些你们动画片知道的 好 11号 来 我问问你 你知道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是什么吗 小蝌蚪找妈妈 答对了 还是不错的 来了 我们80后的回忆到这里 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其实是想想真的好美好 那个年代 是不是 是有童年的时候 还是最无忧无虑的 好嘞 这个话题就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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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20张面的吗 看了你的VCR之后 我觉得你是一个 平时生活中蛮爱玩的那种男生 是吗 就玩心挺重的 出来的时候也是 哎 就是这样子特别调皮 我喜欢那种 就是挺有安全感的男生 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说有点压力 没关系 因为小时候嘛 可能男孩子都比较贪玩一点 然后所以现在 才在做这个巴探主题的餐厅 然后想把这些小时候玩的东西 然后一些恢复一起来 因为小时候断蛋的东西都忘了 而且现在的孩子小时候可能都 真的很多东西他们都没玩过 他们都不清楚 好动慢慢会变的 男人再一步一步走嘛 嗯 好 加油 谢谢 锦老师刚刚摆这个动作 是属于顾影自怜吗那种 真的是就上课的时候 然后希望隔壁班的男孩子 到底什么时候进过我的窗前 这属于上课开小差的时候 80后都这样子 我怕 22号 最疲惫女生 因为我也是80号 而且我特别喜欢他这种范子 超喜欢 好喜欢 谢谢 谢谢 好 1号 言车双 因为我觉得吧 虽然他这个餐厅是80后餐厅 但是我身为一个90后的 这些游戏我都会玩 特别 我特别喜欢玩那个 丢沙包那个方格子 其实今天看到这么多游戏 不仅仅局限于80年代 70年代 你看过看他们跳橡皮筋 我以前的同学都在这样跳 丢沙包也那么丢 对吧 我们这种79年快80的差不多 对对对对 来喽 接下来那么有请Mr.Ride 进入到大考文 考文之前先看短片 赵妍这个人吧 这个你别看他平时啊正是八经的 其实啊他是一个极度闷骚的人 知道吗 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啊 他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什么呀 就是模仿女生跳舞 哎你像什么蔡依林的舞娘 啊王心灵的爱你 什么李肖丽的这个10 minutes 哎呦他都跳的微妙微笑 比好多女生跳的都好啊 极度的闷骚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我这视频没证啊 你们可以看过我的视频 啊 Hip Hop 啊 Huア 哎呀獎了啊 考文继续 你为什么喜欢学女生跳舞 因为我喜欢跳舞 然后要多接触很多类型的舞蹈 不是非常 不是非逼着我喜欢琴声跳舞 你的前女友是否有因为 你挑这样妩媚的舞蹈 而跟你吵架的 有过几次吵架 你生活中也有如此 妩媚的一面吗 绝对没有 北京纯爷们吗 肯定没有 你喜欢稍微妩媚点的女生 还是偏忠心点的女生 做女朋友 肯定还是喜欢女人一点 妩媚一点的 你觉得今天舞台上 是否有符合你 妩媚标准的女生 有啊 对 肯定有的标准 肯定是找的这方面的人 拷问完毕 舞台上有没有适合你标准的 妩媚的女生 有啊 谁有啊 你是肯定不妩媚 我 多啊 那为什么会学那么 妩媚的舞姿呢 工作需要吗 原来也在教课的时候 会教一些女生跳舞 肯定是教一些女孩子跳的舞 所以要多借助一些 学一些女孩 女生唱歌都不知道 老师 我只是很想看她 现场来一段那个M字腿 老师 你知道M字腿吗 M字腿 M字腿就是那个 老师 我不会 你叫张景秀一次给你看 老师 那个M字腿就是 张景 你来中间 好 来 老师 你叫看张景肥归肥 她那个M字 张景 OK 要 人家男嘉宾是要妩媚的哦 老师 你看的话就是 脚打开开那个性感的那个 哎 真是 张景肥 还真的有哎 你看她 你感觉她好像 就是穿了一个棉袍在跳舞 老师 我跟你讲 我平时中就是整个一个妩媚 你知道我搭那个地士 我拦车怎么拦的吗 我都这样子的 嗨 特斯 而且因为我在我家排行老五的关系 所以她们叫我张妩媚 因为我的名字整个就是妩媚啊 是 是 是 看着 真的 妩媚跟体型没有关系 我承认 真的 我承认 我真的承认 但是说心里话 你真的要让秦姑娘做的 也真做不出来 她不行啊 真的 她这个看出差距来了 真的 我们是好朋友 好姐妹 所以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张景多慧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观想 还要跟男嘉宾分享呢 分享到了 男嘉宾来一段啦 快点 M4腿来一段 不管是你要3A里的武让也行 不是你一个武让也行 M4腿来一段 你别说哈 他真的看来是特别用心地 去看了这个MV当中的 舞者的所有的桥段 他所有的这个身体 抖动也好 他的每一个摆动也好 都在那个鼓点上 都在那个点上 而且他做起来 好像更多的是有一种帅性这样 不错 你现在基本上 从妩媚开始往男人这儿走 已经到达中性的位置了 好的 加油 哎 加油 加油 我觉得你刚刚跳舞特别好 我都快被迷住了 就是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平常对你女朋友 你是属于主动型 还是属于被动型 是属于付出型 还是属于就是享受型 付出 付出占多一点 对 那就属于主动型的呗 对 付出算多一点 主动多一点 因为女孩子嘛 毕竟还是柔弱一点 需要别人去挨 别人需要别人的关系 对对对 行 好嘞 谢谢 刚才听你说 你喜欢妩媚一点的女生 然后可能我还不太符合你的要求吧 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下 你建议女朋友是异地吗 半年左右的时间应该会是异地 会有一些顾虑 看吧 也只能看吧 知道了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看 妩媚吗 好 我明白了 你不用回答了 你的心跳我感觉到了 那个你能接受你女朋友是疯子吗 疯子 我带着去治是好了 你不用知道疯到什么程度 只要是疯就可以了 是吧 对 可以了 能接 哎呦 我的妈呀 你在我心动男生面前 就要回我形象真是 应该让他把我带回去之后 再让他看到我就封了一遍 他的封就是可以在任何场合 都封下来 只要听到这首乐曲 他就会跳骑马舞 哎呦 来 答案1 1 2 叫急救车吧 你说你喜欢妩媚点的女生 那你的心仪女生 是不是也是妩媚的呢 她肯定 不符合我的心里的妖狼 我可不可以猜一下 你只用回答是和yes就可以了 哦 上第三个选项吧 是我吗 什么东西 这好像该过会会 你比有点之后知道才是个意思 好吧 来 你这场玩的人一个个不亦乐乎吧 好了 就是这样一个80后的大男生 这样的大男生 你们愿意跟他牵手吗 请选择 是22号 王禄 17号 野欣欣 13号 莲悟臣 还有4号 施影山 好 4位 野欣欣没说话吧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你那个80后餐厅 你是80后 我是90后 我要是跟你好了 你能让我进去吗 家属是可以的 你都当老板娘了真是 我就怕他在里面上课 让我留在门等他 怎么可能 让你端茶倒水 端菜 看盘起来 好嘞 四位当中 你必须要灭掉其中的一位 好 别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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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虽然我是个疯了 我帮gondam style 我靠太可爱了这个 还真是这样 你看 哇 我觉得还真是这样 哎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这个病啊 真的 从这个鸟书流行于世界的时候 然后到哪儿都空着不过 到哪儿 那我下次去你们80后餐厅 我跳能不能 绝对不放 那我给你跳舞你啊 谢谢石敬珊 三位13号 17号 22号 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再一次向男嘉宾表白 开始 我在这个 咱们相处的这个过程中 能完全扮演好一个女朋友 包括一个就是对家庭 这个责任的这个问题 这个你完全放 因为80后都是非常负责任的 那个我想先告诉你 我也在北京 你特别和我的演员 就是第一眼看上去 就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给你聊到 我也抢不过他嘛 我也不会说那么好听的 反正我觉得你卸了妆 和上妆挺差别挺大的 你这样看起来像哥哥 然后你那样看起来像叔叔 我觉得我都喜欢 我喜欢人的想法 就挺简单的 我就是想跟你一起玩是吧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是吧 好 三位都已经讲完了 好 你接下来又要干一件事 要灭掉其中的两位 只要告诉我 谁留在这个舞台上就可以了 告诉我号码 17号 17号 野欣欣 野欣欣22岁大庄会计在山东滋博 我坚信细节能够打败爱情 男方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 牙齿要白 整齐皮肤要光滑 不要包腹帅 不能有两次以上的恋爱情 还有五次 来看一下心仪的女生她是谁 1号 颜双双 颜双双 22岁 本科 人事部经理 青岛 爱我就要接受 我是高跟鞋控 要求男生身高185以上 自己27岁之前没有结婚的打算 不喜欢太曹的 所以主流的男生 不喜欢邋遢没主见的男生 看一下三个人的匹配分值 野欣欣和赵妍的匹配总分67分 基本情况83 外形84 性娶87 个性58 家庭33 婚姻55 颜双双和赵妍的匹配总分61 基本情况54 外形66 性娶86 个性67 家庭42 婚姻50 好了 两位的个人资料就在这里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吗 如果没有的话 请走到他们俩的中间 刘登的时效野欣欣 如果你牵她的手的话 她非常愿意跟你一起走 而且必须跟你一起走 你俩牵手成功 但是你心仪的女生 一号颜双双 她自己灭着灯 所以你走向前去的话 她可能会选择拒绝 在她那里 你只有50%的把握 请走向你想要牵手的女生的面前 伸出你的手 期待一刻倒数5秒 五 四 三 二 开始 请选择 我们约会吧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我们相处了两个多月 然后我牵过她的手 我意思是 你能能把我妃子挤成点儿 只要不拒绝她的女生 她都要这种来者不拒的精神 佩服 我只是看了照片 就很像以前的皇上来劝定 哦 这个很漂亮 我的妃子 我们约会吧 马上回来 我们约会吧 现在继续 期待一刻倒数5秒 5 4 3 2 开始 请选择 谢谢 我还要选择我的心动女生 许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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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灭你灯的原因是因为 我问你就是 如果咱俩在一块的话 可能会有就是半年的异地恋吗 我问你介不介意 可以 可以想办法解决 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可是就是这半年的异地恋 我担心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 会坚持不了 可以 你到我 我到我跟着你走 或者你不要走 这次都可以 她因为什么了 因为什么的异地恋啊 因为我之前的前任嘛 是因为谈了一年多的异地恋 一共见面的时间 加起来不到12天 但是她就是跟一个 连面都没有见过 认识20天的网友 然后把我甩了嘛 所以我很建议一笔恋 我想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我满意的答案 如果你可以不走的话 你可以留在北边 留在我身边 这样我也可以养活你 我觉得我有足够的 以后我还有足够的能力 去养活你 才能够是和爱 在我面前回 你自己一个珍惜的机会 也许多让我温柔可退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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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 一首歌 所有情 随你降落 你们可以获得 每人一千元的月回奇迹 还有每人下期一千元的月回一份 80后赵妍 她的餐厅90后进不来 但是不代表她的内心90后进不来 女孩子年双双 在男嘉宾店前 悄悄地拖下了自己的高分级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 一个善解 仁义的举动 打动了我们 两位 加油 想和心仪的汤直接联系 经历E-LIF智能手机 邀您参与 我们约会吧 短线互动 手机编辑嘉宾姓名 到10669882009 就可以获取嘉宾信息 还有机会获得经历提供的 E-LIF智能手机 和钻石情侣对见 欢迎各位收看春季 我们约会吧 您可以在新家园交友网 实名制婚恋网 百合网报名 同时还可以拨打 我们的两个报名电话 0731828712518287261 加入到我们的单身超人party 在节目当中成功牵手的嘉宾呢 将会获得 每人1000元的约会基金 还有每人价值1000元的礼品一份 另外 如果男嘉宾的 新衣女生和最疲惫的女生 是同一个人的话 并且最终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 还将获得英伦 便宜之旅 还要告诉各位的是 从现在开始 现场牵手成功后 并且领举结婚证的嘉宾 都将获得一份贺礼 那就是由克拉海洋 时尚珠宝帽 提供的钻记一顿 大家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场男嘉宾 她的爱情最主张 她不要什么 只要看得上我的女生 我都不嫌弃 好 来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许名哥好 100位女嘉宾好 我叫张勇 来自黑龙江省黑河市 我的交友宣言是 用赤诚一生之心 寻觅一位可以共度一生之人 谢谢 虽然没有一个灭灯的吗 那接下来我们只能麻烦 Mr.Ride为我们匹配出 前30位女生 来 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这30位姑娘登场 你刚刚是一直看的16号夏孟茹 还有那么好看吗 没有啊 在我身边呢 每一位女嘉宾 我都仔细地看过了 是吗 嗯 好 来 30位姑娘辛苦 接下来给我们的干舞先生 全场亮灯 为什么看完了30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之后 面部表情很僵硬 没有 我在仔细地思考着 我该选哪一位我的行动女生 哦 原来你在那是寻思这事儿的 是吧 为什么会选择她呢 一眼的感觉吧 轻易的女生 将会在男生返选这个环节 我们把她请到台上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场30位女生当中 理论上最适合男嘉宾的她是谁 和男嘉宾最有喜爱的是 17号 丁红芳 17号 丁红芳 丁红芳 拜托记起来 来自十明治婚恋网百合网 击费人生 79分 基本情况75加82 婚姻价值观86 红芳平常有什么爱好 宅在家里淘宝 其他女孩子们喜欢的 比如说练练瑜伽啊 健健身啊 我身体心上是有不好的 太硬了 练瑜伽 容易沉着我 其他代号也没了 淘宝够吗 全在淘宝上了 对 丁红芳 冬天冷 夏天热的 上身体 你呢 我喜欢画画画 没理由 男嘉宾 我是学画画的 记住了哈 17号丁红芳 最匹配的女生 我们来看一下对张勇先生 第一眼印象怎么样 请用手中的案件做出回答 24号 阿拉坦依兰 就是没有太大的冲击力和感觉 就是对你来说没感觉 没有演员 没有演员 好 谢谢 11号 万文 因为他那个出来的时候说 只要不拒绝他的女生 他都要这种来者不拒的精神 配 灭了 挺好的呀 我俩有共同的爱好 我是学画画的 他爱画画 我觉得这共同的兴趣特别重要 所以想借人往下看看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深入地了解一下 张勇先生 一起来看VCR 大家好 我叫张勇 今年28岁 我想我是我们约会吧 有史以来最远的男嘉宾 因为我来自黑河 在大学我学的是装饰设计专业 主攻企划 七素 我的作品 七素 红 获得了黑龙江城首届 艺术展的一登奖 我的很多作品也都留校收藏 现在我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 毕业之后 我的很多同学 朋友 都去了大城市发展 他们认为 在一线城市发展的会很好 过得会很好 可是在我的想法里 我相信在小城市也会有大发展 我和谢娜还是比较有约缘的 因为我们师出同门 都是出自全国推行人大赛 我获得了黑龙江赛区冠军 从我报名我们约会吧 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 领导但是我没有女朋友 领导看到了我在两年前都没有女朋友 也很是为我操心的 公司领导折之我们约会吧 都纷纷发展 有公司的经理 等等好多 共击200多人 面对着这么强大的会员团 我相信今天我一定能够成功 本来呢 我跟他都是黑龙江的 但是我想深入了解一下之后 我发现这个男嘉宾的各种 各种生活状态 都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而且他那个不想在大城市发展市 深深地伤了我的心 因为我还是在北京发展 虽然我是黑龙江的 我希望没准我们俩牵手了 你能给我来北京 结果你那一句话就伤了我的心 那我只好默默地灭了您的灯 觉得没有未来 我还挺优秀的 好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哈尔滨那天东北的 然后我去过黑河 我觉得黑河 至少比哈尔滨冬天得冷十多度 然后我觉得你挺瘦的 然后我也比较瘦啊 然后你说大冬天要是回哈尔滨的话 你说冷的时候你抱我 风能不能从你脸上 瘦瘦瘦瘦瘦 打到我身上了 那不会啊 虽然我很瘦嘛 但是我的骨头里都是肉 我意思是 能不能抱我再紧点 他意思就是说有风雪的时候 你这身子板跟他一样瘦 不能帮他去挡更多的风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我觉得男嘉宾 特赶紧一个男生 然后 那我们舞台上有300斤的 那个男人来了 也没欠成女朋友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不好 绝对帮你挡风挡雪的 最匹配女生 男嘉宾说他是领导帮他报名 然后又有200多个同事致电 我感觉男嘉宾就是交际能力 应该是不错的 人缘也挺好的 然后我就缺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可能会互补一下 所以就留灯了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Mr.Right 我们进入到大拷问这个环节 深入地了解一下男嘉宾 考问台诗 这你的一生多吗 大学的时候比较多 工作后别人有给你介绍过游戏吗 有十多位 你拒绝过多少人 都拒绝了 你谈过恋爱吗 我觉得谈过 是什么时候 在2007年 我们相处了两个多月 然后我牵过他的手 我迫不及待的有问题想问你男嘉宾 07年到现在我刚才算了一下 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然后你一直没有恋爱 给你介绍了这么多人 十多个 二十多个 一个都没有感觉 那你要求是不是要太高了 以前是很挑剔 当所有的人都给我介绍的时候 我只是看了照片 我看到照片觉得不合适 然后没有感觉 我就没有去见面 但现在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见一面之后 互相了解 然后才有接下来的事情 我就不懂 你为什么说看了照片就可以选定女朋友 就很像以前的皇上来选定 这个很漂亮 我的妃子 OK了 以前确实因为这样的原因 去没有见很多女生 现在我也在自己总结 觉得一个人确实是不能看表面 需要去进一步地接触之后 然后再去进一步地了解 才能感受到这个人究竟是 是不是符合你 你刚才机器人有问你说 那个有没有恋爱啊 之前有没有恋爱 然后你来了一句 但是吧 这到底是恋爱了 还是没恋爱 还是有暧昧的这个情节 因为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 那就女方 那都是不存在 没有这回事是 我2007年的时候 我牵过一个女孩 女孩子的手啊 两个多月了 牵手了就算恋爱 我个人认为是 男嘉宾你好 然后您之前说就是 在感情上非常挑剔 对 然后您今天来了之后 您又说 只要是女生 没有任何要求 那你从就很挑剔 到现在不挑剔 是一个怎么样的转变 是经历过什么事吗 因为我今年已经29岁了嘛 我身边的一些男朋友 女朋友和同事 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 都是结婚 生子 给我的触动也很大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 适婚的年龄 应该做一个适当的事 独语有云 七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七家放在的是第一位 那我应该是先做 先成家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因为看到别人结婚了 你觉得你这么挑下去 就不行了 会不会觉得有点 为了结婚而结婚呀 那不会 一定要选择一个 适合你的人去结婚 三不要里边 你既然是什么要求都没有 那我其实也是什么要求都没有 第一感觉也是蛮好 摆在我面前 我就觉得就一个问题 因为我之前谈的几段感情 都是异地的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但我就不知道 你怎么处理 就两个人之间 就开始交往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这个距离的问题呢 现在的通讯工具很发达 有电话 有飞机 交通工具很方便 所以我也可以去飞到你那里 有电话可以沟通 所以感情是不会淡的 虽然说挺喜欢的 我觉得 你说我该是留灯的 还是不留呢 那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应该为我留灯 看一看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谢谢 好 那比如说咱俩就是私下接触了 然后在一起了 你是就是想 就奔着结婚去呢 还是就是先 先试着交往看一看 然后以后再说呢 我来到这里 因为从黑河来到长沙 我是坐了一夜的火车 到了哈尔滨 然后在哈尔滨 坐了五个小时的飞机 飞到长沙 足可以见到我的诚心 是有多么的重 所以我希望在场的女嘉宾 都能够了解 我不远万里来到长沙 就是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为了能够找到 我心仪的另一半 步入婚姻殿堂 谢谢 好 谢谢 做得非常不错 就是这样的一位 来自黑河的男生 没有任何的要求 对这样的男孩 你们能够接受吗 能接受的 请用按键来表达 请各位选择 26号 沈天帝 沈天帝27岁中专 服装店店主在长沙 我再也不要异地恋了 可是你现在面对的是 一个来自黑河的男生 不要异地的其他的无所谓 来看一下心仪的女生 她是谁 24号 伊兰 伊兰 23岁大专公司秘书 在青岛工作 我喜欢有健身习惯的男人 希望男生在25到40岁之间 身高170到185之间 有锻炼习惯 有本事 有胆识 家庭必须双心 门当户对 家教有涵养 最好有兄弟姐妹 重要的是疼我妈妈 好 来看一下 她们三位的匹配分值 和伊兰的匹配总分62分 基本情况82 外形91 性趣32 个性57 家庭53 婚姻55 和沈天帝的匹配总分 是61分 好了 现在你心仪的女生 也站在了台上 但是她已经灭了灯了 唯一的为你留灯的26号 审天帝 如果你要牵手审天帝的话 可以开开心心的两个人 拉着手离开我们的现场 牵手成功 如果你选择伊兰的话 因为是她自己灭的灯 所以她可能会拒绝你 现在还有问题 要问他们俩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来 请走走 走到两位的中间 回过头来 期待一刻倒数5秒 5秒钟之后 请走向你要牵手的那位女孩 伸出你的右手 5 4 3 2 请选择 还是选择心仪的女生 对 好 谢谢天帝 谢谢 好了 来吧 我想为心仪的女嘉宾 唱一首歌曲 想问天你在哪里 我想问问我自己 一开始我聪明 结束我聪明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想问天问大地 想问天问大地 迷信问问宿命 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 放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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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我不愿再放纵 我不愿再放纵 也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 也不愿想多问再多说再多久 我的梦 我的梦 好 谢谢依蓝 跟依蓝再见吧 来了第一眼就喜欢唱了啊 觉得感觉 觉得感觉是对的 我们沈天地给你留着灯 你也错过了这样一位 非常对你有感觉的女生 不后悔吧 不后悔 来 跟三十位姑娘再见吧 曾经的张勇非常的挑剔 后来他觉得恐怕是自己的高要求 让自己措施了许多春天 于是他决定全部放下 没想到今天舞台上的结果 再一次地告诉我们 他还在坚持着自己 爱情真的是有门槛 加油吧 配合的小伙 想和心里的他直接联系 经历E-LIF智能手机 邀您参与我们约会吧 短线互动 手机编辑 加密家宾的信名 到10669882009 就可以获取嘉宾信息 还有机会 获得经历提供的E-LIF智能手机 和钻石情侣对见 春季实才养夫 我们约会吧 马上回来 春季食材养夫 我们约会吧 现在继续 养季食材养夫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子茹药业 玉婷 对我们约会吧的大力支持 感谢克拉海洋 时尚珠宝帽 世纪佳园 郊游网 石明志 婚恋网 百合网 你好 漂亮机会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最后 提醒各位 您可以参与 无南卫视微信互动 把您想说的话 告诉我们的微信代言人 吴小卫 这个故事变得更加的精彩 爱一定会准时到来 向往失踪在轻缺摇摆 当两心屁语教会的时候 我在沐浴那深情的大海 在沐浴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